山豬入住病房 南逃哀悼见邪光 他家住的房间 可以堪生是史上最衰 而且最糟糕的生病房 什么样的房子容易生病 或是做心肌梗塞 如果你的床后面倒 你的火气太旺 你的心血管方便容易出问题 我之前心肌梗塞完 隔一个礼拜在路上摔车 又摔车 对 祭拜四面佛 除了摆對鲜花 竟然还有终极大绝招 让你有求必应 四面佛最喜欢三种花 求财运的话你就用 如果你要求健康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 如果你要求的是爱情的话 就用 我要教大家一个最终极 而且真的很有效的 因为在泰国的那个庙 好像都要 对 而且一定有求必应 只要你敢求 它一定敢给你 别以为透防风水 因为空间狭小就没辙 经过改造后 也是能够闯出一片天的 到底要注意哪些细节 才能开阔自己的运势呢 是的 本台接过民众的线报 在这个民灾上洞当中 发现了一位非常稀有 而且可怜的人 没错 也就是情圣经能闹得沸沸扬扬 这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就住在这里了 到底有多倒霉呢 比如说没钱吃饭 没饭吃 也一样 还有没钱看病 甚至已经碎到骨子里了 还跌倒出炒火 到底他的本人 弩生之面目长什么样子呢 本台为你独家揭晓 喂 小姐 等一下 你好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们会问你上马赛克 小姐 请问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住一位 非常衰的人 你是要做的 我觉得你才像杨栗花 要不要 干嘛 可以告诉我们 这里是不是住的一位 非常衰的人 说到这里就不知道了 这个衰果多衰 你看他脸就知道 他好像要出来了 在哪里呢 是这一位吗 先生 先生 你好 先生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你就是那位衰人吗 不是 你误会了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会先抱那位衰人 就是身材跟你长得很像 圆圆胖胖像 大番鼠那一类的 那你看错了 不好意思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请问你是哪位 大家好 我是金曲歌王 小黄奇 阿嬷你今晚天到尾 我们的叫你 你敢不听到 小大哥 不好意思 小大哥 不好意思 你是 不好意思 你拿掉眼镜之后好像 就是我们要找那位衰人嘛 不是 又不是 你认错了 不是 人之公就是你呢 对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英文辅教名师 辣师兄 对 老师今天来到这里 要教各位一个英文 就是贵宾狗的英文 要怎么讲 这个狗的英文就是狗 Dog 那贵宾的英文呢 贵宾VIP 没错 所以贵宾狗就是VIP狗 这么简单 对 谢谢老师 那这样说来 这位衰人 并没有住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借他 就是他 就不要救他啦 是你吗 就我 对 就是你 对 是我 不是 对 因为我最近真的蛮衰的 所以要麻烦你们来帮我看一下 我家的风水 的确衰 因为我们的风水到第九期 从来没有被人家赶过 刚才有人来赶 就是其实我本身是蛮衰的 因为前一阵子我发生了那个 心肌梗塞 对 然后装了支架 然后后来又摔车 导致我的人中消失 真的耶 对 没有人中很丢脸 对啊 所以等一下老师可以顺便帮我看一下 面相 然后看一下我家风水到底出了哪里 出了问题 对 所以其实也不要怪你啦 就是风水有问题嘛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邻居也都把这整件事情 怪在你身上 所以今天真的要 今天真的要麻烦你们救救我 你把货送不出去啦 塞车啦 什么都怪你在这上 猫子乱跑到山里家上 好啦 我们赶快上去帮你看啦 没有 今天还有一个 要请那个虽然救星啊 他不是只有豪宅跟美女才会出现吗 没有 今天刚好就是 他今天那么有空啊 对 今天刚好就是要请到他 因为他也太重症了 我知道 因为他在发书嘛 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 欢迎88条的康老师 好 老师好 我们今天就是吉人自有天相 我们就要带给他福气 因为他真的衰到 吉人自有天相 这怎么衰人呢 人自有衰下呢 吉人自有天相 是我们三个 是不是 我们是要来带吉相给他的 所以他的衰人 已经可以颁发一个VIP 给他了 这么衰 真的很衰 而且你知道 他像他住的房间 可以堪生是史上最衰 而且最糟糕的生病房 有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 好热 好开心喔 对 他讲病房 好啦 今天我们可是全盘 不只是只有这个 风水的问题 风水的问题之外 我们还要带你去四面佛 可以彻底的大改造 对 因为大家都很想 放那个四面佛 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今天也可以好好教一下大家 好 你看现在就只要四面佛 那边 然后四面佛那天 就全部倒掉了 可能会换斗子 对 抗议 好啦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到底是否 好 这边行 模仿节目的班底山豬 因之前住的房子风水极差 让他倒霉事迹一箱 而吓得他连忙搬家 本以为已经脱离苦海 不过现在的新家 却被老师断定为一间病房 究竟要如何替他那五瓶的 小套房直写呢 这边行 那个是像套房这样 对不对 这边行 你很贴心 对 看一下这个 各位五楼市友们 你们好 我是503的房客 10月1号下午3点2 5点6的 来 会不会大家进入说 说503有住人 对 他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 但其实是不是就是个小咖 他们有这样觉得吗 没有啦 其实我都很没遇到 然后说是小咖 到底在哪一家 再往前走 这边请 你住这边住多久了 住这边大概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 那你可以 因为我之前那个房子 风水极下太差了 真的喔 对 没想到站在这里更差 这边好不好 要等你们来看 来 欢迎光 这边是一个分住的套房 看一下 看完了 可以走了 这样子嘛 一目了然 好 敬收盐了 拜拜 不要 不要 心臟病一定要吃喔 不要 救我一下 好 最近很多人发展 救一下我 救救我 没有 不是看完了吗 就这样啊 但是小套房还是有小套房的工 谁在帮我改一下 拜拜 不要 感觉他快夹到手了 他现在就不够的情况 不要再玩了 好 为什么 我们现在带你到山珠的客厅餐厅 喂 你要说山珠的租酒 厨房 厕所 厨厅 厨房 厕所 这个时候就要一直到位了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了 好 好美喔 对啊 有吗 房间整个大臭酷耶 而且你看看他 好臭酷喔 那个电脑的景色 还是在看一堆乱东西 你看 都就是要带你们看的啊 就是我之前的那间房子 这不是垃圾回收场吗 那是有收购师储的吗 这是我的阳台 还有阳台 对 这个 废弃屋 阳台的部分 这个有人在那边是日本吧 这里以前的 对 天啊 然后之所以之前心肌梗塞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房间的风水 有关系 有 这边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刚刚看到上一张那个图呢 它这边都是 完全是一个破乱的地方 那这个来讲 在风水煞气形成一个破乱煞 有时候你在你的住家旁边 刚好有一个空屋 这空呢 刚好也就是这样可能打到一半啊 或是堆满了垃圾 或是那个旧的废弃的猪圈 或是形成一个那个破乱伤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呢 住在这里面很容易呢 让你的身体健康 产生很大的问题 而且最主要也是容易遭到一些 稀奇怪 像邪啊 邪灵露情 晦气很增 有耶 人在睡的时候就是 类似被鬼遮掩 路都看不清楚就会跌倒 而且你们都觉得 它的气色好白耶 有啊 那应该是 本底出了问题 不是吗 有吧 觉得是 有内而外的 对 有这种事 而且硬盒子有点黑耶 对 而且是这样 而且你头上有大便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 一进来就 已经在睡了还要 对啊 有大便在头上 好 看得出来它非常乐观也好啊 总是日子要过嘛 普通做的 真的 老师那是什么样的房子会有比较 你刚刚说这样子 会比较容易引起心理人在啊 应该是说什么样的房子容易生病 或是说心肌梗塞 其实如果产生到 对我们心理上有影响的一个 那个风水隔绝的话 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的床后面刚好是厨房 或是说后面刚好是头后面是炉灶 这样的话 第一个产生你的影响 你的睡眠之外呢 你的火气太旺了 你的心血管方面容易出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后面刚好像那个 后面如果隔绝是厕所的话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厕所是代表水 水的话如果水气太重呢 就会磕掉我们原神的火气 所以水来磕火 也会让你的 第一个睡不好 然后第二个 也会让你心脏出问题 你那时候心肌梗塞是怎样 就是那时候也是 錄完影 錄一整天 然后都是动作戏 就五场有四场都是动作戏 然后就是太 就是动太多 对 然后后来 回来就是一觉醒来 一觉醒来就发现就是我的胸口 很闷 然后很痛 感觉就像 像心脏插了一根针在上面 然后我就不行 然后我就赶快 赶快叫119 谁送你做月 没有 我想说119 好像手机不能播 对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就觉得就是赶快摩托车 你那时候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 你都还不知道119手机可以播 对 因为有点慌了 然后怎么会这么痛 然后我就赶快下去骑摩托车 然后骑到山中 西班里面 去看医生 没有 去西班里面看嘛 然后西班里面去投币 撒119 我就把一个饮料喝完 你自己骑摩托车去 你也太惨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危险性 就是万一我如果在骑车路上 路上 路上停了 你就整个 或叫成交通大乱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算还蛮幸运的啦 真的耶 你心肌肝肝肝肝肝肝肝 真的很幸运耶 真的 但是也装了一只 对 这也确实是一个 不幸中的大幸 你看他这脸上都苍白 其实从他一个地方 来看得出来 你也是真的很苍白 对 你看他还去收睾 你连嘴唇都白的 对 你的还是去收睾 对 他的衣服 刚收完睾就好 因为 因为之所以也会去收睾 就是因为我之前 心肌梗塞完 隔一个礼拜 对 原本要回家 然后在路上摔车 又摔车 对 因为心肌梗塞 有吃一个抗凝血剂 就是让你的血液不会凝固 然后我一摔 一摔之后 这边就一个伤口 然后开始狂流血 你不能拧了 对 然后后来就跑去收睾 你应该是去买紫脚药吧 因为那个看完医生之后 然后指挽血之后 然后就去收睾 对 所以你自己觉得 搬来这边有变比较好吗 搬来这边 原本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可是就是那个 看警的时候 老师来看了一下 他说这是一个标准的病房 你怎么会觉得 这里还不错 从哪里看 因为他以前那样 真是什么样的人 就住什么样的房子 从家户病房 住进普通病房的山珠 看起来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究竟老师是从哪里诊断出来的呢 坦白讲这个风水真的无从比较 确实等级一样不好 为什么 因为引进来之后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 就是这一个生病的房子 其实房子里面 就是说尤其是房间 房间你要第一个一定要有窗户 其实没有窗户的话就成牢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那个窗户 那个气窗其实也是对内的气窗 其实它整个浊气都还在那边流 而且这个是一个套房 那套房是不是有一个卫浴的设备 这卫浴的我们讲厕所里面也没有窗 所以当你在洗澡或上厕所的时候 这一打开 其实这个晦气啊 还有那个煤气 就是看起来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围绕 可是这个厕所不算 不算有味道啦 你这个没有窗的问题一定要改善 那要如何改善呢 其实从最科学的方法就是 你第一个那个抽风啊 或是风扇 你一定要常常的把它开着 把这个抽清弄掉 它这个都有抽风的系统 对 是比较大的就是 每个小时会抽一次 对啊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一次 那还是不够嘛 还是不够 当然是不够 因为其实就风雪不沮丧了 如果你的房间没有窗户的话 该怎么处理呢 会建议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贴一个假的窗贴 假的窗贴 对 要贴在哪边呢 如果说以它这个空间来看的话 比较适合贴到床这边 因为这个床是不是碰壁 然后碰壁又没有窗 所以你可以贴到这个碰壁的地方 贴一个假的窗贴 象征是有圆景的 什么是窗贴 窗贴是有风景啊 有假的窗户啊 然后看出去是101 我觉得它可能没有预算 它用画的可以吗 可以可以 对 所以就是原本我们有窗户 然后做一个窗户这样子 可以可以 还有它一个造成它生病的原因 就是说第一个没有窗户嘛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这个冰箱啊 买的位置也是非常地错误的 对 为什么你看这个冰箱的门呢 直接对这个厕所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进去的话 如果说你家里呢 有这个冰箱直接对厕所门的话 这个一定是每天生病 而且生病永远都不会好 这叫做一个无名病痛 所以晦气也是一直在你的体内 一直不断地循环 所以那如果把冰箱移到这里来 就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所以说家里有冰箱 或是套房冰箱呢 第一个不要对厕所门 第二个呢 就是不要靠厕所这一面墙 然后最主要什么样的行业 会把冰箱对厕所门呢 什么 就是一般的诊所 为什么 因为诊所他希望这个病人多 莱克率多 像一般就是不成文的一个 蛮多的规定 他们都想说 我们就是要把这冰箱 放在厕所这边 增加这个病患的莱克率 哇塞 可是不会诊所的人也增病吗 很坏 当然因为他主要是收这个病人 所以很多的那种 诊所的业内的医生 他们有些会这样摆 谁啊 公布出来 那这样很坏 这样是有点坏 但是我们不能公布 对 但改天你去看病 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对 就是如果去看 对 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看 房间没有对外窗 相对的阴暗潮湿 当然会密不通风 住久了不生病才奇怪 除了将窗贴 黏在墙壁上面 以增加远景 抽风机也要常开 使空气能够对流 另外 冰箱也不宜正对厕所 避免养成一肚子的细菌 不过房间的饿风水 怎么可能就到此结束呢 这一个衣柜这样子 应该是变成一个壁刀吧 也是一个壁刀 可是因为躺在这里 就等于有点切到头了嘛 没错 因为它这个 这个衣柜摆成这样对不对 它造成两个问题 一个衣柜摆错呢 造成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是壁刀的问题 切到它的头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开门直接渐进 开门渐进 就是集气好的气场 柴层都会被反射出去 那等于说它的衣橱 也只能放在这个位置 那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吧 放在这个位置 也会照到床 是 可是我那个有稍微移 就是原本它是在靠边的 所以它的开门渐进 我稍微側开一点 对对对 这样子也算吗 其实就跟这个一样 我就骗自己了 对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你开门渐进 算它没有正对 可是你还是直接看到镜子 那其实你从镜子 也可以直接看到大门 这就算了 你真的 明明所有东西的活动是 你怎么就是 一定要把它放成这样子呢 对啊 你为什么这不能就靠过去 或者是靠过 就是换个角度 而且书桌这样也可以吗 老师 当然是完全不行 你看 第一个冰箱的问题就很大 冰箱直接对厕所门 容易造成生病 第二个就是开门 兼冰箱就是破财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它的书桌摆像 书桌代表文昌 代表事业 所以开门直接冲到这个书桌 代表你的事业 也做得非常不稳定 工作啊 有一搭没一搭的 就是因为这个门冲的关系 可是它这边还真难改 因为它空间小成这样子 说它这个移到这里来 然后这个再移到那里 又怕会挡到冰箱 那个厕所 厕所 对 就是很难移啊 所以这个文昌 代表我的事业 对 只要有一个桌子呢 像是书桌的地方 都是一个文昌的所在地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来教你呢 如何来把这个房间呢 布局 然后布置 重新放 你教它自己放 重新改造一下 所以弄完会有救 一定有救 套房最佳摆设 完整破解大公开 四面佛完整拜法 运势不落人厚 四面佛它有四个面吗 所以说你就要从第一面开始 如果你有事业上的障碍啊 或是你想要求业绩好一点啊 有关公民运的就是求 还愿的话就是 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教你呢 如何来把这个房间呢 布局然后布置 重新放 重新改造一下 所以弄完会有救 一定有救 对 要怎么弄呢 怎么弄就是 首先要先把这个大便马开 我们想要先把这个 这个晦气去除 已经在清光了 然后还要带一个热门帽子 我们想要先把这个晦气去除之后呢 你的人生的运就会开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从有形的风水的白色 来帮助它之外呢 我们等一下呢也会带你去一个 我们最灵验的四面佛 来帮你做一个干燥 就是说老师已经救不了你 现在要请到四面佛 对 一定是五行的回来 没错 所以说呢就是有形跟五行呢 把你这个衰运呢 彻底的把它化解掉 那这个房间要怎么改 怎么放 会让它比较顺一点 对 好 我们首先呢就一定要先来移动呢 这一个柜子 还有冰箱的地方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冰箱是不要对这个厕所的门 对 所以我们冰箱呢 我们宁可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至少你开门呢 不会直接进到冰箱 然后它也不会对到 厕所这一面向 所以我们待会 我们会把这个冰箱 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衣柜 衣柜的地方呢 因为有镜子嘛 但是我们把衣柜要移到 这个地方 这个面 可是它不会中门吗 为什么衣柜要移到这边来 因为这个 移到这边来呢 它可以形成一个小玄关 对 它进来的话呢 它不会直接冲到这个输注 所以它不会中门把它进来 所以我们的镜子呢 一定要把它用个链子 贴起来 然后呢 书桌我们就把它往后移 等于说呢 藉由书柜 一进来先看到这个衣柜 那这个衣柜的话 就当作是一个玄关的位置 把它挡住 然后呢 书桌往后移 代表你的事业可以做得稳固 那床位的部分呢 床位就不用移动了 只是说因为你这个 还是没有办法左右红圆 你就要贴个假的窗贴就可以了 就是贴再贴个假窗贴 对 这样就OK了 但是我刚好像看到你的外面 也是老师 大概有切到 是 因为这个就是仙仙没办法改变的 我们室内格局这样改造 但是外面呢 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这个是不是门对门 一般我们讲门对门 正对是不是 可是呢 它这个门口杀呢 更严重的是因为 它直接是互切的 它是斜切的门口杀 这样的影响力会更大 怎样 怎样影响 影响的就是它会不会伤到脸 而且你看它这个人中 是不是受伤了 对啊 所以什么样人住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还会再有 就要特别小型 不要 不要再来 如果在睡的时候就是 不要生火破两次 就超痛的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小心 要怎么改 老师 要怎么改的话 就是说因为像这个 已经是先天格局 没办法避免的情况下 我今天要介绍一个 很重要的法宝 然后要送给你 没错 门切门无法改门的位置 待会儿老师再用法宝来化解 而山珠的房间摆设 真是大错特错啊 在清除老师的指导防针后 马上有请辛苦的工作人员 来大翻封啦 而原本的衣柜不仅切床头 容易造成头痛之外 开门渐进也亦导致漏财 最好搬到冰箱的位置 使书桌不被门充 这样房间看起来 是不是变得宽敞多了呢 而冰箱就移到进门处的角落 使其不正对厕所 避免伤害健康 究竟经过改造后 山珠会有什么心得呢 天啊 差太多了 空间感加倍耶 你之前到底怎么灵感放那样啊 就是要说嘛 所以我原本有拍照片给 那个三位同事再帮我试看 然后这样说 然后她说就是会对劲 所以我就稍微往左边移一点 对 然后可是现在以往就感觉 真的冷气有变得很强 对 她现在是赶快门换话题 她刚刚提完之后 冷气感觉就不丟臉了 有一些人就是有这些误解 就是说她因为 就是你没有找老师来看 她可能用画图的 然后老师就用嘴巴口述 可是常常就是也有误会 没有听 误解的老师 对 误解的老师意思 然后就放错了 而且那个好像房子 她可能单看照片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好像有分什么 龙编跟虎编数 你现在整个这样好太多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么解释 张老师应该会在自己 在里面前面做这样 对 她可能在找下本书的体操 对 然后她真的真的 把我来做差太多了 感觉空间大了 然后你连冷气的循环也变好了 对 对啊 就整个 应该是刚刚就被衣橱挡住 对 有感觉比较想要要坐下来 是 因为其实房间来讲的话 它改造成这样 就是因为房间就像刚刚我们说 不要黎明脚脚嘛 对 其实你这样把一个面 做出来的时候 因为这是套房 就像一般的套房也好 或卧房也好 其实你就是要自己制造 一个小名堂出来 有这个小名堂的话 你的事业自然就会开阔 就会有名堂 对 就会有名堂 搞得出名堂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如此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这个衣柜呢 假设因为我们爱于 这后面有那个电线的关系 其实如果它可以再移进来一点的话 它的那个门口的名堂会更开阔 但是因为后面有电线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盖住 所以只能把它移成这样子 老师你好像少了一件事情 所以镜子还要遮起来对不对 才不会对到这一点点 然后厕所眼睛加镰子 有什么样的 可以让它整个气再提升 可以喔 你要有两样法宝 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你在冰箱上面也没有 可以在门口处点一盏小小的炎灯 就是进门的话 象征光明灯 因为你这边的话 我们讲湿气太重 没有对外窗 所以点个炎灯的话 把这个汇气跟湿气除掉 好 第一个 或者是香香什么的那种 因为之前听说我们出汁机 可能会就是会烧起来 怕会烧掉 就是会有开始 可是冷气不是 冷气不是本来就有 厨师的功能了吗 你听谁说 就是好像说就是只要我出门 然后开个一个小时厨师 有一些的品牌有这些功能 可是你的应该没有 但是就是 你的力量就是只有冷气 所以还是要厨师机的 要厨师机啊 那每三次就冷箱 让你的里面至少放 就是味道好一点 有女朋友吗 有什么可能 在一个地方这样子 他好像有 有啊 有 真的假的 那他愿意 他喜欢来你这个地方吗 就不是很喜欢 对啊 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啊 你都像一点 女朋友就爱来了吧 对啊 你把这边弄温馨一点 你自己也比较想回家 而不是说你只是一个睡觉 然后堆你的东西的地方 你要弄温馨一点 像个家 好不好 这样对自己的事业跟健康 你不觉得吗 你就是稳定自己 你有个家 有个窝 然后是那种地方 然后很温馨 然后你每天下班就想回到家 然后就有一个依靠 就是心里不是踏实多了吗 是 到你也是才能好好休息 对啊 对 对不对 老师 这有礼物要送他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个颜登你要记得放之外呢 那第二个呢 我要送你一个就是好运的东西 就是在这边 羞灾解恶特殊法宝 即将隆重登场 拜四面佛终极大绝招 帮主安有求必应 四面佛最喜欢三种的话 求财运的话 你就用 如果你要求健康 然后呢就可以用这个 加油 如果你要求的是爱情的话 就用 加油 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 加油 教博是最好的 可以 因为现在泰国的那个庙 好像都要 加油 对 而且呢 一定有求必应 只要你敢求 他一定敢给你 好 今天有礼物要送他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一个 颜登你要记得放之外呢 那第二个呢 我要送你一个就是好运的东西 就是在这边 打 对 就是一个我们讲佛教里面一个 禁业卡 那这个禁业卡的话呢 我希望它禁业一点 然后上风 到底有时到飞 不是 把这个无形的障碍业力去述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转音贴纸嘛 贴纸 然后这样撕下来 你刚刚贴的地方是很中 对 中的 会不会太大条 那贴哪里 这个的话就是贴它的那个 卧房的那个大门口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刚好有一个 必到的问题 那主要是因为你最近可能运气 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呢 它这个是一个金纹的 一个禁业咒 然后这两边有一个 一个磁相自在 所以除了让你贴到上面的话呢 你进出路呢 就好像过滤一个磁场 就是坏的进不来 然后只留得好的 就好像一个过滤器一样 无形的 鸣鸣会觉得 有点宝贵吗 鸣鸣啊 鸣鸣会觉得宝贵吗 不不 它这个的话就是 不要用比较低料一点的 不要用太大张 这已经帮你特选了 所以直接接在门上 这一定是最嚣张的 对 这张走来走去 就有任何咖的感觉的 对 你自己任何咖 任何咖 就会平衡啊 是 是这个功能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是特别帮你求了一个 这个敬业卡送给你这样子 好 太好了 希望你可以再回来的时候 有形的风水改善之后呢 无形的晦气也可以去除 只是小小的翻移 房间不仅变得宽敞 气场也变得更顺畅 该闭的煞气也都毙掉了 只要再将衣柜的镜子贴起来 避免静照床 房间贴个窗贴 并且购买盐灯和厨师机 就能做最完美的改善啦 而接下来一行人将遗失到 位在长春路上面的四面佛 来祭拜 而这间四面佛 可是全台湾第一间引进来的 因十分的灵验 响客络绎不绝 有拜过的人都挂保证 但老师不仅要教你全套拜法 还要让你的愿望 比别人抢先一步达成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就是食尚玩家的配音员阿松啦 今天我们来到长春路的 这个四面佛 这里有相当多的好吃的小吃 然后要带各位观众朋友来看 那我们这边左边有麦当劳 那右边那边有香师傅滷味 那前面有八枕小吃 那就要靠着我们普隆共的团队 我们的那个普隆共 来各位介绍这些美食 那我们的普隆共 团队到底在哪里呢 在哪里 就在这里啦 你是小针嘛 那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呢 你讲出我的名字啊 你是芭蕾嘛 不是 我不是芭蕾 我是阿松啦 对啊 谁啊 阿松啊 时尚玩家的配音员阿松啦 谁啊 我们没有看见在这里 这边不是时尚玩家吗 不是 我们没有跟他说对不对 对啊 你是不是上过节目了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 风嘴有关系啊 风嘴有关系 那我们要找我们的特别人 好啦 你做啦 对 其实我不是阿松 我是山菇啦 大家好 站住 你每次变回自己的时候 都有一种落幕耶 就是有一种好普通 好普通的感觉哦 怎么会这样啊 你不怕别人很有力 有啊 受自己的时候就会这样 就微掉了 所以我还是很自信一点 很有自信 所以阿松整个 瞬间变露松 有啊 露松掉了 真的太大了啦 老师今天我们来的这边是这个四面佛 对 非常香火 我鼎盛四面佛 而且大家都说 而且大家都说四面佛非常灵艳 他是拜什么佛的啊 其实呢 四面佛呢源自于泰国 而且他是一个印度教的神 所以四面佛呢 其实他源自于是叫做四面神 所以说四面佛在小圣佛教 因为泰国东南洋这一带呢 是南传佛教嘛 南传佛教就是小圣佛教 那小圣佛教呢 求的就是自我解脱 什么叫自我解脱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呢有苦难 或是说你现在遇到的障碍 那祈求四面佛呢 他就可以帮你埋怨 然后他迅速达成你现在 例如说遇到的世界上的问题 财运上的问题 感情上或健康上的问题 都可以来求四面佛 而且呢一定有求必应 只要你敢求 他一定敢给你 所以有四面佛 他的四面佛不是从泰国来的 他是泰国的神 就是他是源自于印度教的神这样子 好 那你我们要还愿的是各式各样吗 所以他也可以 各式各样 小佛法这些是这样的问题吗 可以 但是呢 你一定要 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护法 就是四面佛呢 它就是佛教里面的护法 护法神呢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敢求 我刚刚讲他一定敢给你嘛 所以说你对于你的心愿呢 你要记得你要言出必行 然后你要不要说 取了一个很大的愿望 你的愿望呢 第一个是不可以害别人的 你不可以危害他人的利益 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你求他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求 不可以说我要贪啊 或是漫无目的地求 而且你的愿望一定要具体具象 不能贪 可是不是 如果说我像想要发大财 就会贪吗 可是发大财有点虚无缥缈 就是你要讲说 你大概要赚到多少最累的吧 而且要时间节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要求爱琴 他在第二面的话 那我不能说跳过第一面 直接到第二面 你第一面还是要礼敬他 还是要共贪拜 我找你每次这样 不行 就是你还是要拜他 拜一下 拜一下 然后说你是弟子谁谁谁 来拜一下 拜完之后 你到第二面 要求到爱琴那一面的时候 你就特别去求 好 那其实我们一定要学一些 对啊 我刚刚看到很多人 好像都拜错方向了 对 所以拜四面佛 它有一个顺序 它有一个方向 好 好 赶紧 你一定要拜 一定要拜 四面佛顾名思义 总共有四个面 分别掌管事业 感情 财运以及健康 不过你知道 要从哪一面开始拜吗 而拜拜时 要跟四面佛说些什么 还愿时又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最有效的拜法 老师马上告诉你 那平常一般我们来拜拜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先点香 对 它后面都有一些香牌嘛 但是你要点香的时候你要记得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拜 是最零一个香呢 就是你要选择七色香 其实源自于泰国呢 其实泰国最有名就是 爱旅湾那边的一个四面佛 就是百贵公司旁边那一个 那其实四面佛呢 你要拜它的时候 泰国人都一定会用七色香 就是七种颜色就对 对 那为什么要用七色香呢 因为 不是 七色香是源自于泰国那边 就是说七天嘛 有七个颜色 那这七个颜色 代表七个守护神 所以它每一天的AV天 它都有一个守护神 你只要一面佛呢 你要特别祈求那一面 就点七色香去祈求 代表说你每天呢 每一天一到日呢 都有守护神来帮你守护 那我要拜四面是要四面吧 对 如果说你要拜四面的话 你要特别离宴的话 你就准备二十八树的七色香 二十八树七色香 就是说一树等于七色吧 离宴啊 所以四面就是七色 二十八 对 七色 二十八树 所以有四树就对了 对 了解 所以四树是一起点 一起点 然后再来拜 再来拜就可以了 它特别要怎么分辨 一面是第一面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对 这个就是四面坟要拜的第一面 对 它已经有写了 一一万 然后有一个参拜的方向 大家都不会搞错 但是其实是可能这间的庙 比较贴心吗 那有些庙可能没有的话 我们要整个去分辨 到底第一面还是四个面 它的法系是什么 对 其实四面坟 它有四个面嘛 所以它总共是拿八种法器 所以不管你在台湾拜 或在泰国拜也好呢 其实你要分清楚 就是说第一面呢 它永远拿的就是一个 佛书 它是拿了一串念珠 所以你看它第一面的四面佛呢 这边有一串念珠 然后再结了一个手印 有没有 然后它这些念珠呢 代表就是一个生生不息 代表一切缘起 一切的开始 所以说你就要从第一面开始 拿念珠的这一个佛 然后从顺时中折方向 这样绕过来 这样的参拜 那我们怎么知道第一面佛 它是张罐的一个部分 好 其实第一面佛呢 你看它是不是拿了一个 就是一个水壶 跟一个那个就是念珠嘛 对 代表一切的缘起 那水壶代表解渴 代表就是你现在有一些问题的话 它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它第一面呢 求的就是事业运 如果你有事业上的障碍啊 或是你想要求业绩好一点啊 或是要升官啊 学业啊 要升迁的 举凡这一类的 有关公民运的 就是求第一面 OK 那你在求的时候 你看喔 其实四面佛的法相呢 也是很特别的 我们刚刚讲 它是在修菩萨道 所以你看它有一只脚呢 它是落地的 对 有一只脚在底下 对 然后一只脚是盘坐的 对 所以说呢 一只脚落地呢 代表说它要随时出去救众生 众生哪边有苦难的 它就随时要出马 要出动 那老师 那我们一开始要拜的时候 要怎么讲 到底要怎么说那个 就是跟它讲的方法 对 对 第一个呢 一定要心 要成 然后你拜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 你可以拿七色香来拜 那七色香你在拜的同时呢 第一个你要先讲明说 你是弟子或姓女 谁谁谁 名字要讲清楚 然后你住哪里 然后呢 假设你现在呢 是遇到事业上的问题 那我们就拜第一面 你就说好 希望四面佛保佑我 可以让我在 例如说电视上啊 大宏大使啊 或者是说让我的业绩可以翻红 然后呢 你讲了这个之外呢 你要有个时间点 例如说我希望我在一年内 或是半年内 可以立即的升迁 立马的升迁 祈求四面佛保住我一辈之力 讲完之后你拜祂 但是呢 你讲完这个愿望之后 你要许愿 例如说我 然后呢 我可能就可以 还愿的方式 我会怎么还 所以讲完自己的愿望之后 要讲我接下来要怎么还 对 还愿的话就是依照你个人的能力 例如说一般四面佛在太古来讲 可以跳那个 例如说你跳七天的还愿舞 或者是说那个放大象之类的 就是还那个大象都可以 然后是还这个花 我看的话会不会激怒佛 不会 如果他有这个心 重点是他发这个心 因为佛他是 佛啊 神佛是很慈悲的 只要你敢发这个愿 你自己做得到的就可以了 那你不想要怎么发愿 就是也是模仿 就是表演给佛看 那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 然后你在许愿的时候再看 好 我要模仿林俊杰 修炼爱情 修炼爱情的星辰 学会藏到以前的渴望 自弹自唱 以前那些信仰 要忘记多了 我觉得对面邁上来的生气 几年前的幻想 几年 我也是觉得还蛮好笑的 自弹自唱 我觉得神明人会生气 真的 那我再换别的 好 换别的 换别的 还没想到 杨忠伟好了 这样才能够看全面距离的 幻想 你继续唱 帮你一个幻想 别让我的真心 看得向上 如果 有这个可以 就到这边就好了 我觉得你还是都在念前 然后看我再偷买几个花 还是什么朋友 或者是开旅立行 然后去找工作 好啦 第一面就是这个事业的部分 对 那第二面呢 第二面的话就是 掌管我们的爱情人缘 桃花第二面 第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权杖 对 权杖的话 就提升自己的权力的象征 他拿了一个权杖这样子 所以第二面的话 就拿权杖的佛 那我们就要跟这一面的佛呢 跟他讲说 我要祈求我的桃花运大开这样子 有没有特别要那个 注意的地方 祈求爱情的地方 其实 其实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例如说你在祈求这个爱情的时候 你要第一个你要把你的对象讲清楚 例如说我要具体的 布莱德比特 这个可能有点太冤了 对 没有管那么冤 所谓具体就是说 我希望我可能求到的是金融业的 或是什么使业的 或是说长相像郭富城的 诸如史内的 越清楚越好 越清楚越好 所以如果你硬要讲什么 贝克汉啊 布莱德比特这种 就是这个太誇張 因为它真的太远了啦 太遥远了 但是如果你说长了一个像贝克汉的 它可能就给你一个外国人 所以也不一定 对 我许多很大耶 你请问一下 那如果是四面的话 你每一面都要讲说谁 我是谁谁谁 怎么样 你都要什么好讲吗 要手头讲遍 对 对 因为你讲越清楚 对你的愿望得到的愿望 会神圣的愿望是跟你清楚的 我今天求的愿望 譬如说事业 我当然希望 譬如说业绩达到多少 然后在爱情上面 我希望我有一个对象 那这两样都成真 但是我等于是四面另外两样 我也都要还 反正都要 他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一起还就对了 有人跳棋练 我他就是在这里跳棋练 我不管是给谁看嘛 对 就是一直好玩 而且其实我们 能不能贪心 你虽然有四个愿望 但是你先只能求一个 针对你目前想要的愿望 要不要也想要 这样才会特别离业 对啊 那第三面呢 好,第三面求的是 大家最爱的彩韵 这一个的话是 然后呢 法伦呢 代表就是 它就是一个有求必应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在这个第三面求财运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 什么例如 中乐透偏财啊 或是正业私财啊 等等的举凡有关投资运的 都可以来求第三面 是哦 那怎么这样求是最有效的方法 好,例如说呢 我可能想要在今年买一栋房子 那我可能就跟四面佛说 我希望在今年呢 立即这一年里面 可以存到一笔钱买到房子 那这一笔钱呢 的数字 你可以把它订出来 订一个目标 那订这个目标呢 也就是你努力的空间 只要你肯努力 四面佛呢 他都愿意来助你一辈之力 老师啊 那个我们有看到这边有花啊 他们也都摆这些花 那个是我们要在地面的时候摆 还是要一直拜到 你要求的那一面才放花 比如说上来讲的话呢 拜四面佛呢 因为四面佛 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小生佛教之年假 它是大凡天王 那我们为什么要拜花呢 因为花就是花供的仪式 花供可以得到天人的福报 所以说可以让你的相貌 也是壮严 然后也有人缘这样子 所以花呢 据传呢 四面佛最喜欢三种花 第一个就是菊类的 例如说 萬寿菊 菊花 黄色的菊花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蓝花 然后以及呢 玫瑰花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 特别求财运的话 你就用 只要摆对鲜花 广受四面佛眷顾 四面佛最喜欢三种花 第一个就是菊类的 例如说万寿菊 菊花 黄色的菊花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蓝花 然后以及呢 玫瑰花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 特别求财运的话 你就用菊花 菊类的 然后如果你要求健康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健康啊 或是我们讲事业的话 可以用蓝花 然后如果你要求的是爱情的话 就用玫瑰花 那你要如何供呢 就是说你可以针对 你想求的那一面 特别供一盆花 在这个那一面的佛 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了解 刚刚我讲是财运嘛 那最后这一个呢 第三面是财运 第四面的话就是健康运 对 求健康 山珠是一定要求的吧 是 我们要最近这样身体这么不好 对 所以还是在受伤 蛮衰的 这个一定要拜奖 拜法也一樣 拜法也不一样 这个是菊花是不是 健康的部分 健康的话是蓝花 蓝花 对 那它手上拿的是什么呢 那个是法罗 对 法罗 中文 法罗 法罗 你们都要有 然后我还要教大家一个 最终极而且真的很有效的 从泰国那边传过来 可以考上 所以更灵验你的拜拜方法 非常有灵验 除了我们刚刚讲七色香之外 还有你星辰哲令之外 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 如果你进来这个庙宇 如果你敢 拖鞋接地气参拜效果最好 对 因为在泰国的那个庙 好像都要拖鞋 对 但是你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如果愿意拖鞋子 愿意拖鞋 效果更好 对 你就是光着脚丫 然后踩到地板上 为什么你看四面坡 它也就是一个 我们讲菩萨道马 大凡天王 它就是要接着地气 迅速地去烦你的愿 所以你接着地气 踩到地板上 你更能跟这个四面坡做相应 好 我觉得老师这一讲 可能接下来 他们要准备鞋柜在外面 对啊 他还拖鞋子 这边清一清 它其实就踩进来就好了 对 那旁边这些花都是来还愿的 对 这些花全部都是还愿的 其实还愿有好几种 例如说你可以 或是说像这个大象 大象 对 像这种大象 如果你愿望成真的话 你就可以一起来供供 因为大象代表吉象平安 也代表 好 重点来了 因为之前我们去其他的庙宇 老师都有教说 要从它里进水 到它里出水 是 那这边有这样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你要先了解 我们刚刚讲 四面坡的第一面是哪一面 第一面就是拿佛珠的那一面 所以你就从第一面开始拜完之后 一定要顺时钟的绕完 然后倒出去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最后面 顺时钟绕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子走 走出去 刚刚有需要烧什么吗 烧什么不用特别烧什么 就是香而已 就是那个金子什么的 金子不用 所以要吃七色香拜完就好 对 四面坡不是道教的神明 不必拜天公 也不用烧金子 只要拿着七色香 从手持念珠的四面佛 往顺时钟拜完就行了 而第一面和第四面 是求事业和健康 以准备兰花 而第二面是求爱情 以准备玫瑰花 而第三面是求财运 以准备菊花 而如果脱鞋子全程参拜 可以让愿望早日达成 但也要记得回来还愿 否则可是会让你碎到顿口 好啦 好不容易也拜完了 对啊 今天家里都帮他重新搬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拜拜也拜了 如果接下来 还没有任何的转机的话 你可能要 那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了 你可能 我希望你不要把这整个吃面膜 多累吧 因为是要有信心 对啦 你刚刚应该是有用 曾经在搬 有 非常虔诚的祈求 那除了四面膜以外 其实老师还有个宝典要送你 对 有 其实像你这样 每次租的房子 都真的是非常的差 所以有型的煞气 跟无型的晦气 都在你身上 所以今天就是要特别让你 摆脱这样的衰运 那也除了拜拜之外 也送你一本我的大作 就是88条禁忌 居家风水 你要避开 买房子 租房子之前一定要先避开禁忌 然后坐在这里面 那你刚才这个大学招 在提醒你观众朋友一下 可以 我们要出题目了 是 好吗 对啊 所以大学招是那个 你不要想 想要得到这本新书 就是要刚刚仔细看我们节目 要知道大学招是 我们今天要出题目 很壮 今天我们就是 出完了 没有 今天我们要来满各位观众 风水的愿 就是要避开禁忌 所以今天也是要送出我的新书 三本给观众朋友 那今天的题目就是 拜四面佛刚刚讲到 最大的绝招是哪一个 最后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答案写好之后 就是在我们的脸书的官网 都可以来留言 外套剥掉 好安 有送几本 送三本 动作很快 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外套剥掉 剥掉 外套剥掉 好 赶快赶快留言 这有机会得到老师的新书 是 谢谢山珠 祝你全身正利 身体一定要尽快